你不理財 財不理你 讓理財大亨來教你 大家好 我是劉函竹 今天又是面對這個 13天連假回來之後的 開盤交易日 只能說連假前跌 連假回來之後更跌 把今天投資人是跌出了 這個信心全部是潰散 今天台股中廠是下跌了177點 收在16462 殘障量也只有2782億元 其實中廠沒有跌破200點 只是好險而已 因為好在台積電 拳王沒有帶頭殺 台積電維持在平盤附近 但是我們要找今天把台大盤 一度跌了200多點 跌到大家瞇瞇冒冒的戰犯 我們要把它找出來 戰犯是誰 戰犯就是這三隻貨櫃三雄 你要說牠是貓熊也可以 你要說牠是狗熊也可以 今天這三雄是帶頭殺 而且是一度是殺到這個跌停 好在是沒有所死 但是今天這個整體大盤 是跌破了五日線 19大肋骨全部收黑 整個空襲警報是瀰漫了 整個台股的氣氛 特別是航運股的破底 今天長榮 陽明 都沒有辦法站上百元俱樂部 在貨櫃三雄頂蝶的狀況之下 很多投資人說台股好難做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到兩位專家 來幫大家給大家一點 軍事操作 軍師給你策略建議 首先我們歡迎的是 骨氣用紙邱毅良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這是骨氣龍哥蘇建峰老師 韓豬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兩位其實都是在 期貨方面操作的專家 其實現在大盤的氣氛 真的是這個空軍罩頂 就是利空感覺瀰漫在整個台股上 所以會讓很多人覺得說很不安 特別是我們再來看看外資 三大法人今天是合計賣超了176億 外資錄資繼續賣 繼續把我們台股當提款機 連續兩天賣 賣超了167億 儘管土洋對坐投信 是已經連酒買了 但是你買超6億 這個其實對台股的 這個量能活水注入不大 再來看自營商買超 是賣超14.85億 然後台股今天這條線 就是弱弱弱弱弱弱 很多人大概又是像我一樣 今天開牌沒多久 就先把APP關掉了 可能明天要刪掉了 怎麼辦 所以其實我們這幾天 上個禮拜都一直在講 台股這一波 V型反彈的機會大嗎 其實像是古海大丈夫 陳真老師 還有我們古其龍哥 蘇建峰老師 都覺得其實V型反彈的機會不大 現在是一個弱勢反彈 是一個主體 震盪主體的格局 甚至上個禮拜 龍哥都有提醒大家 遇到反彈更要慢 不是覺得說反攻號角響起 我要來抱一個波段了 但總之現在台股 真的是很難操作 因為這個利空的氣氛 一直籠罩在我們這個台股之上 到底我們這時候投資人 該怎麼做 邱老師你的建議是什麼 我們首先來看到就是 最主要其實台北股市 最重要就是會跟著 美國股市來波動 那麼在這兩天 我們可以看到 在上個禮拜五 跟這個禮拜一的時候 整個美國股市 其實是出現一個回檔的走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它新增這個 新增就業非農就業人數 只有19萬4千人 跟市場預期的多少 50萬人其實 也差太多了吧 差得非常的多 所以整個經濟數據 其實前景並不明朗 而且再加上 這個第三季財報即將要公佈 那麼過去我們都曉得 第一季第二季財報 就是因為報復性的消費 所以整個財報數字 非常的亮眼 但是該買的也買了 不該買的也買了 已經經過了半年的時間 所以在第三季 其實基本上大家認為說 整個消費力道 可能會不如預期 所以第三季整個美國股市 它財報季公佈的數字 並不會太亮眼 所以造成我們可以看到 這兩天可以發現 整個納薩克指數 出現一個回檔的走勢 並沒有辦法就是 站上這個月線的反壓 上次我們有講過 為什麼台北股市 整個行情沒有辦法 像8月23號出現V型反彈 當時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8月23號這一天 美國股市 尤其整個納斯達克 強的 對 它是突破壓力 創的歷史新高 對 那麼現在整個行情 這兩天又開始 沿著月線開始往下走 所以整個行情 目前就是被整個納斯達克帶動 所以沒有辦法有太好的一個表現 我們再看到 我們自己本身 這個當天 這一根就是8月23號 8月23號這一根 大長紅棒 其實就是造成整個V型反轉 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那麼現在你可以發現 這一波的反彈之後 出現一個拉回 那麼這裡雖然有一個缺口 但是今天大家有沒有看到 收了一個下影線 所以基本上 整個技術面的檔 並沒有出現一個太偏空的形態 那麼上次節目裡面我們有講到 出現V轉的機會不大 但是震盪主體是可以期待的 那我們再看到 這一張呢 這個整個道琼 現在整個指數出現了一個W底 所謂W底就是它沒有破前滴 然後呢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反彈的技術分析 技術形態 那麼現在呢 在這個地方 它現在還是在月線上面 所以雖然是美股 但是強弱是有分別的 只要道琼呢 能夠維持這個W底不破 站上月線的話 我認為呢 整個形態上來講 這還是一個相對 是一個穩定的格局 就像今天啊 台股可以用量縮的方式 來收一個下影線 那麼現在重點來了 整個行情 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現在趨勢 並沒有非常的明朗 盤面上沒有主流 所以其實大盤整個 就沒有這個力道往上走 對有時候我們在操作上 很多人就開始偏向一個當衝 對 那麼當衝個股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有時候你今天漲表現好 明天可能就休息了 本來想說漲 今天呢我就趕快再抱著 看他能不能這個突破前高 結果沒想到馬上給你殺兩根 對 所以說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投資朋友 會覺得說 在這個大盤氣氛不好的狀況之下 可能好像選擇當衝 會趕快有獲利先入貸為安 會是比較保險 可是其實當衝風險也不少啊 所以要找到他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那麼尤其在指數 指數的當衝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可以參考的數據 相對是比個股來得少一點 所以今天特別提供了一個方法 讓大家可以在當衝的過程裡面 能夠站穩先機 好 邱老師開課了 我們來看這個指標是在哪裡 開盤的時候就知道是強還是弱 其實有幾個這個密碼跟指標 是可以看出來的 從哪裡開始看呢 首先呢 我先問一下韓族 如果今天你知道一開盤的當下 大戶進場做多還是做空 你跟著做 是不是 應該勝率就不會太差 勝算就會大幅的提升嘛 但重點就來了 要怎麼樣能夠在一開盤的時候 就能夠知道今天行情 可能是強勢盤還是弱勢盤 那麼今天我要告訴大家 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叫做 我看一下喔 就是這個 預估開盤價 預估開盤價其實有一個非常簡單的觀念 譬如說呢 我們都曉得台紙它有夜盤的交易 夜盤是在五點鐘收盤嘛 那五點鐘收盤 基本上如果沒有其他的因素 是不是夜盤的收盤價 會等於今天早上我們的開盤價 對 可是往往都不一樣 對 因為中間有一段是美國股市還在跑 所以說假設昨天晚上 稻窮漲了100點 然後呢 這時候我們的夜盤漲了30點 那接下來呢 在我們8點45分開盤之前 對 這時候稻窮如果再漲50點 那我們是不是要再加15點 因為我們的開盤 是跟美國股市息息相關 是的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計算稻窮 納斯達克 標普 500 日金 跟韓國股市 因為這五個市場呢 比我們早開盤 我們只要能夠找到他們在 我們開盤 夜盤收盤5點鐘到8點45分 這一段的漲跌 把它計算起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我們的這個非常重要的 預估開盤價 是 如果預估開盤價很簡單 今天我們如果 我們可以看到下一頁 今天如果說 今天實際開盤價在這個地方 預估開盤價在這個地方 如果實際開盤價 大於我們預估開盤價 這個時候呢 表示什麼 這個時候代表是走強 對 一開盤是不是就有一個 非常明顯的多單進場卡位 對 那麼一般投資朋友我們都知道 都不會做開盤價 大家都是看盤中的走勢 然後靠直覺來下單 甚至大概9點半之後 再覺得比較明朗 有時候早上開盤氣勢太旺 我跟著一頭熱衝進場 9點半之後就被開始灌殺 所以說呢 如果大部分會在一開盤就進場的 通常都是所謂的大呼呼 或主力 因為這時候他們會在開盤的時候 進場作駕 所以如果說 今天預估開盤價在這個地方 實際開盤價開得很高 代表一開盤就有大量的多單進場 買單敲進 對敲進把指數給敲高 所以會高於預估開盤價 所以說用這個方式 我們就可以在一開盤的當下 就可以知道說 今天大呼或主力 他開盤的時候做什麼方向 驗證自己的想法 跟大呼主力相不相 覺得 其實今天大概就小長開盤吧 結果沒想到 一開盤就比你預估開盤 還旺那麼多 對 如果說今天實際開盤價比較高 是不是我們跟著主力進去做 我們看一下最近這10天 其實我們不是空口說白話 我們把這個方法套到最近10個交易日 我們可以看到 從10月8號開始 10月8號 我們預估開盤價是多少 是16761 那麼實際開盤價是16740 所以實際開盤價比預估開盤價還要低多少 21點 對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就怎麼樣 感覺空口的氣氛比較明顯 開盤就進去空到收盤的時候出場 我們用這種最簡單的方式 很多人怕盤中的震盪 有時候忽上忽下 賺錢的跑 賺錢怕賠錢所以趕快就跑掉 那這時候其實你就按照主力的腳步 進去做 進場的時候放空 收盤價的時候出場 各位一口單 就是113點的價差 最近這10天下來啊 我們可以發現喔 只有多少 只有在10月6號的時候當天 開盤的時候進場做收盤的時候出場 一口單是負111點的價差 那麼整整體下來啊 這邊總共10天下來 各位 總共價差會多少 一口單是1142點的價差 所以用這種最簡單的方式 我們可以在一開盤的當下 就了解到說今天主力或大戶進場的時候 他操作什麼方向 各位投資朋友 用這種最簡單的方式 跟著主力的腳步走 用這種 其實這個方法很少人在使用 但是我覺得在實戰上 可以提供給我當中的投資朋友 一個非常簡單 但是實用的一個操作的方式 確實喔 其實好在我們理財大亨 有放張YouTube 大家如果這個時間呢 還一下子小話沒過來 其實還是可以不斷的回放 去了解邱老師帶大家去看 這個他直接看開盤強弱的掌別密碼 那除此之外 其實龍哥上個禮拜 也不斷的提醒大家 遇到反彈更要慢 現在這個策略依舊是這樣子嗎 對 沒錯 其實上禮拜的時候 我就在節目上一直提醒大家 現階段還是一個反彈的行情 因為我怕大家看到大盤連長4天之後 又失去了戒心 又覺得說 這個大盤又要去攻1萬7 1萬8了 我就是怕大家這樣 所以上禮拜禮拜五之後 還特別告訴大家 現在就是一個反彈行情 那反彈行情的策略操作很簡單 第一個 操作資金不可以太大 第二個呢 越往反彈目標往上走 就是越往上走的話很簡單 就是分批的獲利放口袋就對了 就是要越賣股票 而不是越買股票 如果說 你有按照這樣的一個操作策略 來進行一個強反彈動作的話 其實大家看到今天跌250點 也不用太過緊張 至少說我們有一部分的獲利 已經放口袋 但是萬一你上禮拜 不是這樣操作的 你是越漲越買股票的話 那當然今天的大跌 你就會受傷非常的一個 受傷比較大的一個情況 所以大家在操作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 你事前怎麼規劃怎麼操作的話 你在盤中 你就要確實的去執行它 那我相信你這樣長期以來 才能夠累積出一定的一個績效 好 今天台股大跌170多點 戰犯就是那三雄 那個負責開潛水艇的阿榮阿海阿明 在這個今天各大類股 幾乎是全盤揭幕的狀況之下 盤面上有沒有什麼主流呢 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之後 蘇建峰 龍哥繼續告訴你 你不理財 財不理你 讓理財大亨來找你 繼續回到理財大亨的現場 那其實今天台股上 盤面上 比較相對抗疊的族群是電動車 而剛好電動車也是我們上個禮拜 龍哥跟陳辰老師一直不斷提醒大家 可以去做布局做留意的 特別是今天電動車 感覺整個產業趨勢向上 所以今天才能夠成為盤面上 撐盤的這個主流是不是 對 沒錯 其實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在節目上就特別點出了 電動車這一塊 而且我也明確告訴大家 資金是非常有機會輪動回來 到電動車電池這一塊一個部分 那果不其然今天開盤 台股真的盤中殺了250點 但是電動車還硬停停的在那邊 大部分例如說電池的三檔股票 像你說聚和美琪跟康普 他們的一個狀況都是還是紅色的 至少都沒有像航運股那麼淒慘 那航運股這邊我也稍微講一下 因為貨櫃剛才講到貨櫃三雄 現在的確是變成狗熟 說實話從五六月的英雄航海王 但是現在的確變狗熟 但是大家要留意就是說 貨櫃三雄它還沒有正式止跌之前 都不建議大家隨便進去做一個抄底的動作 所以大家對於貨櫃三雄來講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保持一起來 停看停的一個情況 那回過來我們電動車產業來講 其實最主要跟大家會講到 一直講到電動車原因很簡單 它的一個年複合成長率高達30%左右 這個就是一個商機非常大的 而且上禮拜五我還特地問了韓族說 汽車產業4兆美元 那我還問他說 你知道晶圓代工產值多少嗎 你還記得嗎 你講的我又忘了 我今天被兩百五十點嚇壞了 對 今天真的被行業嚇到 那晶圓代工整個產值才4千億美元 那手機相關行業的產值是9千億 9千億 但是你看傳統汽車就高達4兆 4兆美元喔 差一個零 對 電動車還會再包含什麼 再包含以後會有車連網 自駕 這種系統的東西把它加進來的話 它肯定會超過4兆美元 所以它是一個商機非常非常大的一個產業 要不然你看鴻海為什麼要積極的 組一個大聯盟 以前他是老大他要幹嘛 他都自己搞 那他為什麼這次要來組一個大聯盟 很簡單 因為他沒有造車的經驗 所以他需要大家來一起把這個東西 很快的把它推出來 像鴻海最近也要發表他電動車了 他就是要很快的把這個汽車的技術 往上去做個提升 那他才不會輸人家太多 所以電動車來講的話 這個產業其實大家是可以特別留意 所以我上禮拜才會告訴大家說 在所有電子股都漲完一輪之後 又在整理的時候 其實資金是非常有機會回來 電動車這一塊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 今天電動車的心臟就是電池 我們剛才講到電池 你看它康普 美其馬 甚至你說電解力的聚合 這個今天的話都收紅 例如說美其馬跟聚合都收紅 然後康普是走在平盤 所以以今天大盤來講 相對上都算一個比較強勢的個股 那再來的話可以再多看 就是像CIS感測封裝 或者說你說像連接器的 建合系來講的話 他們在整個車子 你只要多賣一台電動車 這些公司的營收 就會往上去做增加 所以這是最簡單的一個邏輯 東西每賣越多 那你的營收就會增加 只要它的趨勢是產業往上走 那我相信它裡面 就有投資的一個機會 確實喔 其實這三檔 康普 美其馬 聚合 這跌破底就要偷笑了 還能夠紅盤撐在那邊 那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電動車之所以 不只是我們老師 還包括連郭董都如此的看好 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成本結構 在電動車零組件當中 電池佔整個生產成本最高 達到35%到40% 所以電動車整個上下游 產業鏈族群那麼多 你要買 我又沒有那麼多錢 要買什麼 當然就是買 當然就買電池 電池 最快 因為它是電動車裡面最主要的 那麼一台電動車的電池模組 價格是 一萬到一萬二美元 以三萬五美元的電動車 來估算的話 電池成本 佔整車的比例就是36% 也是符合剛剛 我們這樣子的預期嘛 對 所以你看喔 在整個電動車的成本結構上 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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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說三次 再來其他的包括像是什麼 汽車車用電子 車身其他 底盤 內飾 電控 電機 跟電池比起來好像都是小朋友 沒錯 因為電池來講 它的一個技術的一個能力 應該說它的技術難度最高 所以說 不是說每個人要做電池就可以做 你要有一定的揚率 而且它的一個材料的不同等等 其實都會影響它的一個 蓄電量或者說它的一個情況 所以電池基本上 才是一個技術能力最極最難的一個地方 所以它進入門檻也比較高 也比較高 總比說你說傳統汽車其實其他東西 都會做嘛 你說車架等等的話 都還是會做 所以原則上來講的話 這電池才是新的一個技術 那特斯拉為什麼會厲害 就是它電池 基本上一開始出來 是比人家厲害的 那當然電池又有細分很多種 這個我們之後可以再 為大家做一個詳細的介紹 人家馬斯克做電動車 都已經做到全球首富 貝佐斯都被他拋在這個 看他車尾燈了 沒錯 就是因為這樣 為什麼 因為它是站在一個未來趨勢上面 因為馬斯克是站在未來趨勢上面 所以它反映出來的一個身價 當然就是不一樣嘛 對 所以說 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簡單跟大家講電池的部分 其實之前股價的電池裡面 最標的是4721的美琪馬 那美琪馬它是做一個 電池的一個正極材料 那現階段來講的話 因為鋰電池的技術 它的電池技術 以前電池很貴 但是現階段呢 越來越多電動車要用嘛 所以它越慢越好 那它是不是可以越做越多 那它就達到一個 規模經濟的一個效益 所以它的成本 開始做一個下降 對 這樣來講的話 電池又公布硬球的情況下 它當然是很強嘛 你看它公告9月營收多厲害 超強的 你說現在10月中之前 那9月營收 各家上市廠商 陸陸續續都要公布 沒錯 你做得不好 醜媳婦終究是要見公婆 更何況是這種 年增率達到162%的 還不趕快來告訴大家 對 所以今天美琪馬呢 在今天台股這麼弱勢之下 居然能夠收紅 對 沒錯 你看它打到歷史新方法 剛剛函主講到 你看今天收紅 2.11% 大款是大跌 它還漲2.1% 而且穩穩股價是站穩 在月線上面 所以原則上來講 你再看一下 最近投信在幹嘛 應該是說外資啦 外資來講的話 其實最近也是有 買多於賣的一種 雖然說它還沒出現 連續性的大買 因為電池股來講的話 其實外資比較 沒那麼青賴 沒那麼青賴 但是能夠買超 其實就算不錯 就像之前大漲的時候 你看其實外資也沒什麼買 有沒有 但是最近買的狀況 比之前還要好 所以我倒是覺得說 最近其實投資朋友 是可以看看 好好看看美琪馬 這檔個物 因為以營收來講 其實它就宣告了一切 它年增162% 還沒有宣告一切 它就宣告它 就是營收非常好 就是產品就賣得好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一個營收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再來的話 第二檔也是電池正極材料 4739的COMPU 那COMPU來講的話 一樣 它是做一個電池的 一個正極材料 重點是喔 它現在還多了一個產品 這個是特用化學級的一個硫酸 它會跟著台積內成長 因為它是一個第三代 半導體會用到的一個材料 所以你看 電它在車用的一個趨勢上面 又站在晶圓代溝的一個趨勢上面 你看它9月營收 也是年增的36% 也不錯 也不錯 這就告訴你了 為什麼投信最近會一直買 你看一下 投信最近只買不賣喔 只買不賣 那你說它股價有漲嗎 其實沒有 但是最近大盤滿鳥的 說實話是滿鳥的 但是你看 它的股價能夠維持這樣 在越線商品 其實它相對上來講 它就算是一個強勢股的一個特徵 所以大家來講的話 這一檔個舞也可以留意 那這一檔的話 是我們上禮拜 有特別跟大家講的 6509聚合 那這一檔個舞 是做一個電解液的部分 電解液 對 因為中國來講的話 它現階段整個正極材料 或者你說在電解液的部分來講的話 它們的報價都在往上走 那跟塑化一樣嘛 塑化報價你看EVA漲了三成 PVC漲了15% 那亞聚跟台聚的股價就一飛沖天 那基本上來講 現階段整個電池的一個材料 就是在漲價 因為太多人都要電池了 所以它一直在做一個漲價的情況 那它本身就是一個 電解液的第三大的供應商 對 事實上9月營收 這數字公布出來 年增13%也不錯啦 所以今天呢 今天也是聚合也是收一個 收漲2.9% 其實表現也還是不錯 那特別是聚合 老師你看這個聚合 這已經在這邊整理很久了 對 沒錯 你看 它股價說真的整理很久了 那說真的也能滿久的啦 自從前面這一波拉完之後 後面就比較沒有一個表態 但是我有告訴大家 股價整理的時間越久 未來它突破的行情就會越大 如果聚合這一波 它能夠順勢的拉上去 能夠順勢的拉上去的話 我相信後面的行情 應該是會超過前面的 因為它整理的時間夠久 它整理大概有三四個月了 整理的三四個月 它累積的籌碼 或者你說它籌碼的沉澱來講的話 都非常的乾淨 所以大家是可以 特別去做個留意的 那最後來講話就是 上次也有跟大家提到的 7IS感測這個部分 因為感測我有跟大家提過 以前一台車用一兩顆感測器而已 但是現在一台車電動車呢 它本身就具備要十幾顆的 一個感測器的情況 那這個感測器的數量倍增 那同心電是做這個感測器 一個封裝測試的一個情況 它封裝測試 當然它的數量就會增加嘛 所以你看它 它9月1日中還沒公佈 但是8月1日中 也是年增的33%的一個情況 所以基本上來講話 它股價現階段 也是在線路整理 是 但是萬一你看 它打出一個W頂了 它股價上去 我相信這284應該 也不會是個高點 所以大家也可以留意 因為最近來講話 其實外資跟投信呢 都是有在買超一個 同心電的情況 大家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不管是康普 聚合 美琪馬 以及同心電呢 其實從上個禮拜到現在呢 其實蘇老師都一直持續的 提醒大家來做留意 那麼如果對於 台埔操作車內有任何 想要知道的建議 也歡迎掃我們的QR Code 讓大家呢 在這一波的行情操作上呢 能夠更加的安全喔 對 好了 今天也非常謝謝兩位專家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好 那麼之後呢 還會有更多的心得 來分享給大家